简衣糖果铺38,分头行动安排好,陆大人心愿终完成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 今夏这么想着,轻轻拉住了蓝叶的手,他和陆一定会挖出背后的真相,为了百姓,也为了眼前这个被真实卷入悲剧中的人。 回到关义,四人商量,决定分头行动,人口消失的倭寇村子还得去调查,但陆毅目标太大,不方便再去那里,免得又被人发现行踪。 而当年奇巧节在花大会出事的那个小楼,也要再去调查一番,这里倒是可以大张旗鼓地去,陆毅估摸着也查不出什么,若真有问题,八成早就被人处理了。 陆毅决定和今夏一起去葬花大会小楼,陈福和蓝叶去窝寇村子,今夏却表示了反对。 大人,还是你和陈福去小楼那边吧,我和蓝叶行动,因为窝寇村子那边应该用得上追踪术。 陆毅还没来得及反驳,蓝叶先开了口,我们还是听陆大人安排比较好,无手续知道你夫妻二人关系亲密,如果不一同出现到容易引人注目,我和陈福在不在场没什么关系,反正被忽略惯了。 陆毅露出了非常欣慰的笑容,翟兰叶看来懂了她的心思,她当然更愿意和媳妇一起办案,只是沉浮一脸苦涩,倒不是因为要和翟兰叶搭档,是因为那句被忽略惯了过于真实,有点扎心了。 天已经黑了,四人准备休息做好明日调查的准备,惊吓突然想起什么,问蓝叶。 蓝叶姐姐,当年董奇城在小楼里绑架杭州有钱人的事情,应该不是严世凡的命令吧? 蓝叶答,当然不是,严世凡有的是方法弄钱,断不会用这等粗鄙且容易招惹麻烦的办法。 果然,我们当时也猜这应该是董奇城自己的意思,只是,只是什么,蓝叶有些好奇,惊吓补充道,只是方才我想起,那毒烟是从走马灯的设备中喷出的,说明他们早已提前做好了准备,这个提前提了多久,他们在航程内已经守株待兔了多少天,谁给了他们可以在航程内部出入自由的权利, 这一块是值得深究的。 另外三人连连点头,蓝叶道,这个就等你和陆大人明日去调查了,现下天色已晚,还是早日就寝,我先告辞了。 说着,蓝叶就起身准备离开,顺道拉起了在一旁还在暗自心上的层服,惊吓跳了起来。 蓝叶姐姐,今晚我想和你一起睡,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呢。 蓝叶伸手一推,圆补头,请自重,你大概是忘了我现在的身份是你表哥,怎么可能和你一起睡,你就乖乖留在陆大人身边,这几日赶路辛苦,也该好好休息了。 休息这两个字,蓝叶咬得特别重,惊吓一下红了脸,看来他的心思被看穿了。 方才缠着蓝叶,确实是因为他想躲,来航程路上的几日都没有和大人亲密,虽然他很是想念,可这在冠意之中,陆大人一开始要求安排他们同住的时候,他就已经很害羞了。 现在他实在是害怕自己一时忘情让人听了去,明日起来,该如何面对众人。 只可惜,逃不掉了。 待层服荷兰夜离开后,陆叶从内扣好房门,然后饶有兴趣地看着惊吓。 怎么,妇人刚才是要想逃吧? 没有没有,怎么可能,大人说笑了。 妇人是有意相夺为妇,为妇是哪里做得不好吗? 路易摆出一副受伤的表情,心里却忍着笑想看惊吓的反应。 惊吓看他那可怜的样子,有些不忍,忙将自己的心意含蓄地说了出来。 我,我只是觉得在观意如果那样,要是被人听到了动静,实在不,不太好。 我懂了。 路易朝惊吓走来,大横将惊吓抱了起来,惊吓惊呼。 大人,你,你在干什么,你懂了什么? 方才夫人不是说让人听到动静不好吗? 说明夫人是想那样了,只是提醒为妇动静小一点,为妇一定注意。 我,我不是这个意思,放我下来,我还没有洗漱。 为妇帮你。 路易温柔将惊吓还住,先前早已有人备好热水,现在盆子里的热水刚好降了一些温度,用起来正合适。 路易打湿脸怕凝干,轻轻为惊吓擦拭着脸颊。 惊吓浑浑身颤速,这般洁面的方法还是头一回,感觉两人的亲密又进了一层。 没曾想路易的下一个动作更让惊吓惊慌,他竟然再次打湿脸怕,略略揉搓后,清洗起了自己的面庞。 那么洁癖的大人,居然和他在用同一条脸怕。 路易一双明眸从脸怕里探出来的时候,正巧看到惊吓满脸惊讶,他忙问。 你这是怎么了? 大,大人,您竟然直接用我用过的脸怕。 路易一脸迷茫地看着惊吓,反应了好一会儿才理解了他的意思,笑着说解释道。 首先,你不在我排斥的范围内,其实,我确实很在意干净。 关义为我提供的脸怕虽然是新的,但通常我也会让曾福反复清洗好几遍才会使用。 不过若要你先用过的话,就没关系了,只要你先用过,他便比任何一条脸怕都还要干净。 静下嘟起小嘴。 大人,大人这是用我来清理脸怕吗? 路易投笑。 是,话说,还有地方需要你清理呢。 大人又想使什么坏? 昨夜在外露宿,今日本来想沐浴一番结果关于今日的沐浴间进出了问题。 我这一身都不舒适的恨,还请夫人帮忙清理。 大,大人,别。 夫人不要抵抗,不然动静就太大了。 路,只可惜一字还没说出口,就被吞入了嘴中。 路易果然说到做到,从根本上解决了声援,没有让动静太大。 屋外的云朵遮得月亮忽明忽暗,屋内云雀被堵住小嘴暗哑着吱吱吱吱。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